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这个 兵马俑挖宝 宝物都是易碎品啊 大秦帝国复活的军团 今天我们这个冠旨 就可以挖出兵马俑铜款 这个多珍贵 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发现一个不得了的事 兄弟们 它不光可以挖出兵马俑 还能挖出银正大地 你们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就骑士王去世后 两千多年过去了 都没有被挖出来 而今天我手上的这个图里面 就可能挖到它 上次有人问我 你这个放大镜从来也没用过 拿出来干嘛 这话说的 这灯我也没用啊 要的就是这种氛围 你懂吧 这个盲土还是很精美的 几面都有浮雕的图案 这一面是几匹马 拉了一辆车 这一面应该是一个兵马俑造型 这一面看起来像是一种神兽 以前我们老是从这个角开始挖 这次我们换一遍好吧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喷水 而不是把它整个浸泡到水里面 那两下就挖完了 还有什么感觉呢 看来不管先从哪个角上挖 都挖不是东西 挖了这么久都没挖到一个东西 不是忘记放了吧 等一下 这里好像有一个绿色的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个绿色的土 这个白色的地方真的是好硬啊 这是你逼我的 这都没了一半了 都没挖到东西 发现这里有个洞 东西是不是藏这里了 哎你看 这好像不是兵马俑啊 这咋又是个玉 不过玉也是宝物嘛 对吧 不要急 兵马俑肯定在这里面 我要挖出银正大地 好 出来了出来了 这看起来还挺大的 这么长 还没挖到头 这么长一个还没到呢 这不会就是秦始皇吧 你看这里还有头关 一般的兵马俑是没有头关的 这算不算是隐藏款 这么大一个将军俑 不是我这上面也没有将军呢 不管先放一边 看也没有漏网之鱼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啊 这么薄 不会又是古钱币吧 它这个好像是方形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看到没 这上面还有象形文字 有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收获了这么三样东西 尤其是这个兵马俑 栩栩如生 最重要的一点 你们知道什么吗 这玩意是铜的 它不会坏 6666啊兄弟们 兄弟们 你们听说过 古玩减肉吗 就是那种 在古玩摊子上面 凭自己的眼力 去辨别购买那些 可能值钱的玩意儿 听说有人一夜暴富啊 所以我买了一个 古玩减肉盲盒 而且在发货之前 老板给我再三强调 这个绝对也没有经过筛选 所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我可能又要发了 怎么需要五个 这样的密封袋啊 你听这个声音 是不是有点像瓷器 还是玉器啊 我们就掀开这个 小心点 不要把我的宝贝给弄坏了 哇 这什么 伟大领袖 一个凶针 三样东西 哇 这个古钱币 看起来好值钱的样子 飞龙进宝 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大家说 这个是什么朝代的 你们看 上面还有这种绿袖 说明这个在土里 埋了很多年 最少有个千八百年的 飞龙进宝 我们来收一下 看看是多少钱啊 六千六百六十六啊 兄弟们 你们看 一毛一样啊 这下真的发达了 一个这个玩意 就比我一个月 搬砖还赚得多 这包里面还有一个 这样的东西啊 我们把它开完 这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玉器啊 难道这是 一般值 但这个尺寸好像有点大了 那有可能是 玉手镯 对 但这个 好像又小了点 继续啊 兄弟们 一个就血钻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这是一个什么 天蓝和田玉手链 价值一千六百三 我缓一缓 小心脏扑扑扑扑 一点受不了 继续开啊 这里面好像又有好几样东西啊 这次会是什么呢 一个 这什么 银元 还有一个项链 这个花纹还是挺漂亮的 又是三百六到手啊 这么大个玉 你们自己估算一下 该值多少 四块八 偶尔一个亏了也很正常啊 不要在意 我们继续 不得了 不得了 这是一个 哇 银戒指 这么大一个玉配 你们看这枚戒指的做工 这个花纹 绝对是古代大师的巅峰之作 还有这么大一颗的红段点缀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价值连成 让你们看一下值多少 五块五 再来看一下这个玉啊 这有龙凤城祥的图案 还有吉祥两个字 和开始这个和田玉的手链 颜色感觉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可能是白玉 就一个了 看一下还有什么惊喜 这 哇 一串铜钱 嘉庆 乾隆 雍正 康熙 顺志 这是五代帝皇 齐上阵啊 我们就说 我这一生像不像个土豪 贵气逼人 就要想让大家帮我算一下 我总共是赚了多少 我是花了四四五买的 就这一个我就赚好几千 雪赚 买了一大包 里面总共选五十个 这么一大堆 我花了五十块 那么就是一块钱一个 就像开盲盒一样 并且老板承诺 这里面开出的东西 一定物超所值啊 不过相信也是 有什么东西 能一块钱都不值呢 我特意挑选了今天 大年初五 这个财产日来开盲盒 没理由他不赚对吧 低盒 这是个什么 繁体质 什么毒青 我居然不认识这个字 这个确实是繁体质啊 肌肤的肤的繁体质 大概十块钱一只 我说什么来着啊 开门红 一件东西就翻了十倍 雪赚 不过这个玩意儿 好像对我没什么用啊 我们继续拆箱子 这一个是个 修盐去豆糕 我查了一下 五块一只 不过我这么帅气的脸 从来也不长豆啊 就说兄弟们 这个感觉也很沉啊 头发 滋养精华液 这玩意儿收都收不到 另外我敢说这个字 80%的人都不认识 这个包裹写的是 新款卫衣男士 不是 什么卫衣 这么小 我今天就要来见识一下 这他们要 不是一双袜子吗 不错啊兄弟们 至少能用上 虽然有一点透 这个形状感觉 像是一双鞋啊 这啥东西啊 一只小狗 有没有人知道是干嘛用的 还可以展开和收起 这什么玩意儿 十个包裹 出了三双袜子 两个网 一个保护桌脚 几个夹子 还有两包这个什么牛奶香袋 不知道是干嘛的 这十个感觉 有点亏啊 这是拆个大一点的 这个肯定不会亏 这 这什么 这好像是一张 一米乘一半米的棚布 这都是啥玩意儿 兄弟们你看 这次这个不得了 耐克旗舰店 哦 是耐威克 这是个啥 宠物零食 猫条 这次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归你了 啊 手套 袜勺 浴帽 还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 其中有两样东西 我很费解 就是两张纸 有点像刀的形状 真的就是两张纸 干嘛用啊 不要告诉我 这是刀的保护套 这能保护个啥 我发现了一个超薄的包裹 都没有东西一样 真的没有东西 不要再那些细节 我们继续 这个好像是一本书 算了一下 还剩下15个包裹 全部拆掉吧 又是个空包裹 两个马孔垫 两双袜子 四根数据线 三包有机肥 一个刷子 四张纸 最后这两样东西就厉害了 就有势无力的手势牛肉干 还一瓶黄色的神秘液体 看这个颜色该不会是 咦 就我们是得到了一大堆的 好东西啊 其实开出什么 都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想体验 拆未知包裹 拆盲盒的那种感觉 懂我的意思吧 就有请 我们叫老虎 给大家拜个年 虎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